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天我們會繼續做一些很複雜的事 我覺得很複雜 因為說過不同的名詞和不同的動詞 是要形容它壞了開不到的狀態 希望大家可以記到這些動詞 或者記到這些短句 在你住的時候,如果Touchwood 遇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也可以跟這個酒店職員說,然後等它幫你做 今天第一個要說的就是這個電視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的習慣和我一樣 我回到酒店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視 不等房間會有些聲音沒那麼寂寞 尤其是當你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一個人住酒店都蠻害怕的 所以如果電視機壞了都蠻不方便的 如果它壞了的話,我們要怎麼形容它 電視機不會不留 電視機不會不留 剛剛的就是形容你看不到電視的 住機不留 就是看不到的意思 不要用這個民生 因為民生是這個raft法 不是這樣的用法 下一個要說的是 如果你要打電話 即是用你的房間的電話打到你的房間給朋友 而他又用不到的話 你就可能要走到front desk跟他說打不到電話 那句日文是怎樣說呢? 電話がかかりますん 那逢陣電話後面的動詞就是跟一個かかります かかります就是打電話的意思 所以大家記住 譬如你打電話給朋友 或者打不到電話給朋友的時候 也可以說電話がかかります 或者かかりますん かかります 還可以用到鎖上的意思 會鎖上什麼呢? 譬如你要鎖門的時候可以用到的 如果你說鎖匙鎖不到門 你就可以說 かきがかかりますん かきがかかりますん 至於相反 你就是想說門不能打開 不能打開我們會用這個 開けられません 開けられません 那這裡是可能形 所以整句你可以讀做 かきが開けられません かきが開けられません 有些酒店有提供飲品 或者小食吧 你想問一下那間酒店 他們的雪櫃裡面有沒有飲品 你就可以用這個日文問他 ねじょうこの中に飲品がありますか? ねじょうこの中に飲品がありますか? 以上一句 ねじょうこ 就是雪櫃 然後 なかに 就是代表它裡面的意思 然後 飲品 就是飲品 ありますい 就代表有的意思 所以呢 整句你就可以問他 雪櫃有沒有飲品 那當你在酒店想要什麼什麼的時候 譬如你就是想要飲品 你就可以跟他說 飲品が欲し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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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文型就是 欲しい 欲しい 代表想要的意思 那你在前面跟不同的名詞 就可以跟這個 代表你想要的東西 又或者是各位女孩子 想問男朋友 或者老公 要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個文型 跟他說 什麼什麼が欲しいです 這樣 你可能會需要這個 room service 你就可以用到 Room service Room service 但我去旅行的時候 不太多次 我只是去過一間酒店 是有這個 room service 因為可能比較窮 住都是一些小酒店 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如果大家有什麼 room service 的體驗 可以在下面分享給我聽 讓我認識多一點也好 最後一個 也是你去住一些大酒店 你可能會用到的 例如你要很早起床去趕飛機 又怕自己不知醒 你就可能要酒店幫你 Morning Call Morning Call的日文 我們叫做 Morning Call Morning Call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叫酒店Morning Call 給你 或者叫你的朋友 早點打給你叫上來 也OK的 千萬不要錯過了這個飛機 好 今個禮拜和上個禮拜 分別分享了不同關於住宿的日文 希望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會有一點幫助 因為我們住 或者就算我們平時生活 可能你都會遇到 開不了門 沒有廁所水 打不了電話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用這些短句 還有我們在這個日常篇 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很簡單的短句 因為去旅行的時候 都盡量不要用得太複雜 無論是我自己記 又或者是聽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希望很簡單很簡單的 旅遊日語 可以幫助到大家去旅行更方便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也可以follow我的IG 和Facebook 看你一個生字卡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